如果到现场没有带水的 赶快到我们的物资上来领取一下 差点就要把头用力撞上栏杆 阿伯用行动宣示对国防部的强烈不满 716凯盗游行周边城抗遍地开花 检查大人啊 遭到警方压制还是坚持不走 警民冲突在游行活动中频频上演 私权纠纷我们新北市会来协助 他告了我们两个成员啊 对所以 私权的纠纷 民间团体和民政局长 您一言我一语越吼越大声 民团因为举其抗议遭到警方制止 爆发口角 远景连同拼离小组也守在一旁戒备 不敢有一丝大意 因为从中午开始就收到恐吓讯息 游行进行前夕就有民众在网路放话 要在凯道放炸弹一定很好玩 警方一货报立刻着手侦办 也马上派防暴小组到场 安置400名人员围绕活动现场 还启动480位待命警力 警方忙着维持秩序 游行活动则是状况不断 这户战人员上前关心身体状况 有参与民众因为高温 短暂中暑晕倒 为了对抗炎热天气 志工也拿着冰褲带躲太阳 为期四小时的游行活动 零星状况一波接着一波 好在都没有人受伤 进行文中文报道